大家早上好 又是周一崭新的一周 8月29号 感谢大家来到由First Trade 第一证券和美股时代学员联合 我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间找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间 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面对声明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为大家选择继续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挑款 我们看到上周五 市场在鲍威尔讲完话之后 极鹰的这样的一个讲话之后 鹰派的讲话之后 甚至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 那我们也说过市场 更多是一个冲高回落 然后呢 包括周五的事件 有可能会加速探底 加速做底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日线级别 我们看目前来看 依然还是在一个严重超买 刚刚下来的位置 那回到中线以下 我觉得可能才会出现更多的 买入的机会 完成这样的一个 ABC的这么一个回调 那当这个ABC的回调 现在我们看到 已经是基本上这个架构出来了 A这一腿已经有了 A这个已经有了 不好意思啊 写出来 A就得有了 然后B 然后现在就看C这一腿 按道理来说 C这腿应该是会结束在 4000到3800之间 那这也是我们之前的这么一个预期 那结合日线级别的蜡烛图来看 应该很有可能会落在这一个区间里面 同时呢也出现一个较好的超卖啊 或者说没这么超买的 情绪偏向于负面的一个买点啊 那我们看四小时呃出现没有超买 然后呢直接砸下来 那现在四小时又出现什么超卖 也到了4028 这也是我们说过这一波的第一个目标价 第一个目标价 那直接我们看周日就低开在下面啊 那直接低开的下面呢 我们要找到算账了 那这一波又得重新来画了 先把这个remove掉啊 然后这边把这个高点连接这边这个点啊 那应该是反过来这样画啊 把这个remove掉 这样一高一低一画出来啊 我们看这边应该最高点是27.5 没问题 这边最低点应该是406.75 没问题啊 那0到100画过来 那我们看这边可能潜在下一个目标 会是3920左右的位置啊 那这个位置可能会是更切近我们说的 最终的一个市场健康回调的这么一个目标 然后加上周期图 目前周期图也似乎来到底部啊 快走无可走了 无路可走了 那这边接下来一周啊 我觉得这边周期啊 更多会倾向于做多的机会啊 也就是大盘 这里我觉得大盘可能接下来会跌不太动 就算跌下跌空间有限 就算跌可能也是更健康的回调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市场接下来会出现更多的 做多的机会 很低做多的机会啊 那注意在两周前我们说的是市场逢高做空的机会 对吧 冲高回落的机会 回踩这个位置 大概在3900回中轴 4000到3800之间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更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啊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也即将达到了啊 也即将达到了 那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周能不能市场再来一些动能 直接杀到这个位置 然后杀出更好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但是大盘 我们认为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多的 做多方面的一些机会啊 同时我们看到从 这个情绪方面 也慢慢的切向于Fair CNN Fair Green 在今天早上 是重新打回到了恐慌 但还不够啊 还不够 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AAII 这边我们看到 也更多倾向于做空的人偏多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啊 包括我们看到估值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当然我觉得还不够 季节性的规律的话 八月的后半段 可能会有一些震荡的行情 但是也是为了九月初 后半段行情做准备的啊 那按季节性规律来说的话 九月份应该还是有一波向上的行情 看这边会不会继续的维持 这个每年季节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那同时本周也有重要的事件啊 我们看上周 美联储偏阴的一个言论 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还是说Data Dependent啊 那从原来给出更加明确的暗示 到现在可能更多看数据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给市场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但市场虽然说有不确定性 去解读鲍威尔的讲话 但同时我们看到市场也有更多的确定性 接下来会加息75基点 对吧 我们说过如果60%以上概率 这边加息无论是50还是75 我觉得都是好胜 都是好胜 我们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啊 加息75的基点的概率 和一周前或者说跟一两个月前啊 两个月前 这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两个月前我们也是加息75基点的概率更大 对吧 只是在近一个月 近一周有出现的不到比较大的变化 那其实早在两个月前 这个概率还是倾向于加息75基点 所以我们看到两个月前标普500的什么位置 两个月前标普5007月份的时候 大概就在3900左右 是吧 3900到3800之间这个位置啊 我们看两个月前 现在是进入到9月份的快 那两个月前那刚好就是在7月初啊 7月中旬 那我们看这里的话 7月头吧 7月头 当时大概也是在3500 3850附近 我们可以看得到 对吧 那我觉得如果加息的预期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两个月前跟到现在一样的话 那大盘回到3900 或者回到这一个区间啊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非常合理的一个预期啊 那我觉得市场最近的回落 可能也是冲着这个预期去的 但是之前我也说过 市场现在最怕的是不确定性啊 一旦有更多确定性之后 我觉得市场可能会有一波行情向上 也就是说石头落地了啊 9月21号加完息之后 或者说在9月21号之前 市场有更加明确的指引 我们会加息75几点 或者说50啊 那什么情况下加息75几点的概率会更大呢 那就是这边周五的非农数据不太好 我们看到本周最重要的还是看非农啊 最重要的就是非农了 那上个月的非农数据是比预期要高很多很多 因为七月份啊属于是个夏季的月份啊 那夏季月份是有很多工作机会产生的啊 那如果像之前七月份的预期只是25万的就业增长 那我觉得是远超预期的肯定 所以最终我们看到是52万8的一个 7月份的增长就业 那同时我们看到八月份这里的预期也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非常非常低的八月份的预期 那当然我对这个预期怎么来的 我是产生一些怀疑的啊 但是呢这个预期啊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预期 那如果市场是看这个预期的 或是通过一些数据得到这个预期的话 那以这个预期作为参考的基准 那市场肯定会有一定的反应 那28万5的8月份的就业的预期 也是9月初的第一个周五报 8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那28万5这个数字我觉得是偏少 作为夏季啊 就业的一个旺季来说 28万5绝对是少 那我觉得不排除8月份的就业数字 依然会相对来说较为强劲 也就意味着说经济会更好 那支持通胀可能在高位 同而这边可能美联储会更多的加息 同时经济也更加能够承受更多的加息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周五的非农啊 不排除直接会把这一次 75几点的加息给做实了 对吧 冲到70甚至80的概率 那加息75几点 那可能就做实了啊 因为留下来给市场去调整预期的时间 并不多了 因为9月21号之前 可能还有一个通胀的数据 然后可能还有美联储主席要讲话 但是两周前会有一个什么 静默期啊 所以到9月7号 这边可能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预期上的改变 所以这现在只剩下可能不到1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 甚至算交易日来看的话 可能就是那五六天个交易日 然后呢给予市场反映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如果说要转变这个 这个这个概率的话 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势更加倾向于加息75几点 当然加息75几点不是一个坏事啊 不是一个坏事 我觉得只要敲定了就不是坏事 问题是目前还没有完全敲定啊 那敲定之后呢 市场可能会预计接下来11月2号会加息50个基点 加息75之后达到300个基点 然后再加息50个基点达到350在11月2号 然后12月14号再加息25基点到375 然后从而我们看到23年之后就不会再加息了啊 23年就不会再加息了 那这是市场目前可能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啊 那9月21号相对来说应该就是加息的一个顶峰了 接下来可能都会什么加更少 也就是说收紧的更少 相对来说是一种宽松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市场接下来可能会有积极一步行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之一 同时也可以看到可能通胀相关的东西啊 或者说美元啊 国债利率啊 接下来可能会有冲高回落的机会啊 那如果这周敲定加息75基点 然后这个概率更大 那看看市场会不会有一定的反弹行情 甚至最终可能会酿成一个反转 往更高的位置走 43004400有没有可能啊 这不是值得期待的 那么美元一直在108附近徘徊 之前108都过不去 这108想要过去的感觉 那我就不开除周五会把美元带上来啊 强劲的飞龙对吧 还有强劲的通胀预期 强劲的加息预期 那会把美元带上来 但这可能很有可能是美元最后一冲了 短期来说 那美元冲到110 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了 我们看月线级别这里啊 往上到110一直录到112 会有很大的阻力在这个位置啊 同时我们看到还有10年国债利率啊 这些目前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些阻力啊 感觉是很难再回到3.5了 这个三呢 我们看月线级别是很难站上去的啊 如果能站上月线级别两个月 那可能接下来会突破到更高位置 目前一切还难讲啊 因为我们看日线级别 美元是回到前高了 但是国债利率是没有回到前高啊 这里当然也说明加息的一个预期的变化 包括我们看最近很多受美元影响的东西 美元回到高位了 或者说还在不断冲高 那黄金白银我们看到是不断的抬高低点在出现啊 甚至白银我们看这边是一个双底的形态 很多都是这样的 包括很多大东商品啊 受美元影响的农产品也是一样的 然后整个大东商品的ETL 我们看到也是抬高的低点 包括我们看农产品是非常强的啊 还有这个DBC也是非常强的一个小动道向上啊 包括数字货币也是 一个抬高的这么一个低点的一个 一个总体的这么一个事态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让我感觉的就是美元啊 也是接近到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的位置 那接下来对很多品种的影响 尤其是大中商品受美元负责的影响的 品种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价格上的积极的表现啊 那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 市场这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波行情 就是什么都涨啊 这很有可能是再次会发生的 我们看开年 其实有几段像这样的行情啊 就是什么都会涨 那是因为美元相对疲软 或是美元的冲高回落 那可能接下来也会遇到像这样的情况啊 说不定就在周五的飞龙之后 我们看本周也有一些其他的经济数字 但可能都没有飞龙这么重要啊 ISM啊或者PMI啊 包括还有中国还有欧洲的一些数据 当然这些数据可能都没有飞龙这么来的重要 对吧 那也可以看一看 也可以看一看 但我觉得不会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市场的影响 那除此以外 我们看到本周还有一些财报啊 我们看盘前的拼多多财报非常的好 那所有中盖的财报我们都说过了啊 中盖的财报我们都偏向于看涨 无论你是干什么的 只要不是估值偏高 只要不是那种特殊的或者说比较特别的公司啊 特别对待 我觉得中盖我都是偏向于看好 那周二盘前有百度 还有富途啊 爱奇艺 那这些都是一样看好对吧 虽然爱奇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啊 还有一个叫燦谷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周还有世纪互联 周四新浪微博 呃 燃食医学也看好啊 好多中盖啊 继续的这个播报财报 同时这周有大量的一些 中小型的公司 美国的 呃 文土的 无非还是两个类别 一个是消费类的啊 消费类的往往都是看空 除非他是这种食品消费 对吧 campbell soup吧 或者是homo food 这种啊 食品类的消费 我觉得受通胀影响是看好的啊 那其他消费类的 我觉得都是偏看跌啊 都是偏看跌 然后估值偏高的 像这种cross dry啊 chewy啊 umbrella或者是charge point 这些估值偏高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还是要远移啊 啊 mongodb也是okta 还有viva这都是其实还有这 ai对吧 c3 ai sandman one 这都是其实估值偏高的东西啊 这里我觉得值得关注的 除了集体中盖值得关注以外 啊 charge point我觉得还可以吧 看一看啊 但估值其实也不便宜啊 另外还有这个我们看周三的盘后有ntnx pure storage 这两个可能有特殊的存在的 有特殊关注的意义 包括还有best buy啊 big lock啊 呃 all line good stuff cheap 这个all line store啊 这些可能 稍微特殊一点的啊 signet jewelry 这个也受通胀影响吧 那我觉得这边还是普遍给大家一个 一个更加金给更加这个这个值得参考的一个预期吧啊 中盖啊 都偏向于看好 然后呢消费类的 嗯 特殊消费类的我觉得是可以关注的啊 食品消费啊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不受通胀影响的消费 对吧 反而通胀对他来说利好的消费 是可以关注看涨的 但集体来说 我觉得整个消费类都是偏看跌的啊 那包括还有很多高估值的股票 这些都要小心啊 这些都要小心 那这是本周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思路 还是这三个方向啊 不变啊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也会每天给大家讲一下 呃一些重点关注的股票 那今天拼多多已经出来了 呃盘前还有华柱 而财报也不差吧啊 终于盘后也没什么特别的 gambling.com 这可以看一看吧 应该属于小股票啊 周二盘前 这是一个big loss 我觉得偏中立吧啊 除此以外的其他中盖 我都是偏向于看涨 因为中盖都是偏向于看涨 呃周二的盘后 cross drive charge point 这些我觉得都可能要小心啊 然后呃 世界互联可能还不错 对吧 然后周二周二盘后或周三盘前的 这个我们就得到明天再讲 那本周catalyst watch相关的个股事件 我们看到mortility相关的 啊 AVYA啊 很大的骚动在上周啊 BVBY也是啊 还有吧 还有这个川普的公司啊 本周 你看周一还有NASA的 一个mission啊 这个mission具体是干什么 也不知道 但好像跟军工股有些关系啊 纳斯达克 Trading on Spirit 就是OK 纳斯达克 也是拆股了 但这个拆股可能关注度就不像特斯拉这么大啊 VMware也有个三天的Global Multi Crowd Event AMD早下午7下午7点钟 也有一个新的PC的下一代的新品发布会啊 那AMD整体来说还是估值偏高 那我觉得如果新品发布会要涨的话 可能还是冯高座空的石头啊 周二Best Buy 财报 Trui 还有Hewler Packer HPQ 周三 也是更多可能一些事件吧 会议啊 财报啊 周四也是一些财报 然后周四呢 也是9月1号啊 大量的越出越尾的数据 尤其是各种的交车数据啊 还有这个交易所的捐商的数据啊 赌场数据应该也有吧 然后周五的话就是盘前 有呃欧洲的PPI啊 好像欧洲这周还有通胀数据是吧 除了PPI以外 欧洲还有啊 CPI也有PPI 啊 还有飞龙 三八点半的飞龙啊 那这周 除了在日程上的 那我们讲过的事件 财报 还有IPO 不好意思啊 NASA 这里是什么 Plan to return the moon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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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天的一个Teslight 就说又要回到月球了嘛 啊 嗯 嗯 嗯 就很多军工类的股票是有帮助的 嗯 嗯 包括还有 夜也是有利好吧 好多这些股票都有关联性啊 那可以 暂停这个视频 后来到Seeking Alpha 自己去查一下 好多关联的股票 跟这个42天的月球是非计划 是吗 有点关系啊 Lululemon 也是财报 这周还有一些票房 但固定这个票房 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带动不起来 我们看还有什么 这是这周的事件吧 对这周的事件 好 票房 APE是什么东西 这是prefer share before class AMC 最近是冲高大回落啊 你看还有copy event 这刚刚讲过了 conference byron这周又讲到了一些这个水务相关的股票啊 由于最近我们看到什么又随着季节的改变啊 climate change 还有干旱啊 这个高温对吧 导致这个水的问题啊 上又上升到一个国际的层面了 美国其实基建里面是有大有很大的部分是对这个水务方面是有投入的啊 不仅是水的这个处理啊 呃过滤啊 这个进化环保相关的啊 水务管理方面是其实也是政府的一个大工程啊 包括中国这边最近好像是四川地区是干旱啊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工程呃 然后包括byron这边提到了American water work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比较多的水务相关的股票 除此以外其他我都不太熟啊 但是byron这边也提到几个相关的也是做水务相关的股票啊 包括还有这个DHR也是 Essential Utility 这些我都不太熟 还有这个AQUA应该是做纯净水的啊 还有Muller Water Product 这可能也是做纯净水灌装水之类的 这个还有这个XYL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 好像也是做污水处理嘛啊 American waterworks做水厂啊污水处理啊 这些环保相关的大的政府工程 这个是挺稳的啊 American waterworks股价是一直都不错 分红也还行吧啊 American是这个吧 不对啊 American American waterworks 其实股价 21年还是不错的 最近是有回来 这一直从09年 拿到现在那也是十几倍的股票 那也是很厉害啊 而且还每个季度有分红啊 这个分红也不是小数啊 一年 我们看分个两块五 大概从现在的这个来算的话 那也是差不多2%左右的分红 每年都挺稳定的啊 每年都挺稳定的 那这也是一个方向吧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可能比较无聊 就是我个人可能不会去重点关注 那喜欢吃分红的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可以去关注的啊 因为他分红还是蛮稳定的 虽然不高 但是股价如果成长性的话 不仅股价可以吃得到 然后同时还有不错的分红 那确实不错啊 那这是这周的一个 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 那除了本周 我们看到刚刚日程上的一些事件以外 啊 还有个股的事件 那这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呃 那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我觉得大盘股是没什么大的问题啊 大市值的公司目前来说都还挺健康的 估值方面的话呢 其实市场是可以打开一定的估值空间的啊 我们看到ARKK类的 其实最近是有这么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需求 不排除继续还会反弹 除非这里破掉这个低点 要不然可能还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整体节奏啊 但我觉得SARK 还是找机会逢定购买是吧 但是很可能很很可惜的是并没有给到51的机会 我们看上周五是没有给到51的机会 那这边可能短期来说还是见好就收啊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了布啊 这些可能浪杆性的ETM 就你也是有回落 那等到下一步来到这里 7块6啊 可能会有更好的上车的机会啊 嗯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 各大交易品种来看 今天原油涨 然后所有受通胀或受美元影响的都在跌 但很有可能会在周五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逆转 这个情况 那今天开盘还是继续延续周五的这个情况 是吧 啊 还是放鹰派的这一个言论带来的后续的结果 那我觉得这个结果 像我说的最终可能会有所改变 嗯 另外我们看油气股目前还是在势头上 我就无论怎么样油气股 尤其是小油气股啊 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然后还有一些中概股啊 依然也是大大把大把的机会吧 三倍看涨ETM 里面可能老布跌的可能会少一点 中概的硬这上周我们也说过 接好就收 反向指数的话还是选择SRK最好 当然TESQ做空特斯拉也不是 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那就是我们看到 今天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然后各大交易品种 我们大概看一眼 欧洲目前还是一个重灾区啊 千万千万小心不要去做多欧洲 你可以做多美股 可以做多中国 做多日本都没问题对吧 千万千万不要去看涨欧洲 欧洲其实目前是很多麻烦的啊 这个能源危机接下来还有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可能告一段落了 天然气也是达到了一个新高 我们说可以逢高做空了 原油价格最近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稳定在80到100之间吧 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会徘徊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 更多是买卖期权的机会 那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大东商品 受美元影响比较负面的看最周五 能不能有行情带动起来啊 尤其是农产品我们看的挺强的 金属贵金属 有色金属黑色金属 我觉得都是接下来可能周五会有行情 周五之前可能更多是哑火啊 那美元相关的货币品种 还有国啊这个国债 国债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冲高 国债价格可能会是逢低吸纳 然后国债利率可能更多是冲高回落了 非美货币可能会有更多反弹空间 美元的话呢 也不排除会有冲高回落的机会啊 那我们看这边整个 呃大家的一些问题 啊这个sqqq还有机会吗 追空为什么追空sqqq啊 你要做空的话 为什么做空sqq呢 呃 为什么做空sqq搞不明白啊 那你就变相看涨大盘了对吧 你变相看涨大盘呢 你买一个看涨大盘的好了 颤股是中概 颤股的代码是什么呢 颤股这个应该是中概 今天盘后财报的吧 颤股要 c a n g 参购是这个吗 这看这个看这个图好像也不错啊 盘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是吧 你感觉叙事待发 这个是盘后财报啊 你也不错 oxy 不跟油价涨吗 oxy已经是没有在管油价 自己长自己 挺强的 挺强的 印度有一个ETS i n d a i n d a i n d a 然后对应的好像有个三倍的是i n d l i n d l i n d l 也属于是现在可能受益比较多的国家吧 印度我就可以关注啊 i n d l 也不错 这个是属于两倍看涨啊 在印度我是没有看到明确的波段的机会 嗯 还是比较喜欢中盖啊 印度 ETS的话可以看这两个一个是一倍一个是两倍的 买入sqq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我觉得 要买的话做空大科技你不如做空 as ark肯定更好了啊 不如直接买s ark啊 a s c a s c 这个是什么股票啊 看一下啊 a s c 还有一个是c m p c m p是center point energy 这个是能源公司啊 两个都是能源公司吧 amc是也是能源公司 呃国外的 小能源股 51个人啊 民收比较稳定 赚钱能力 也还行吧啊 像这种股票 可能真的就只能看图来做 因为基本面可能有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ac as c 图形是很不错的啊 我觉得这个有股 看图来说的话 只要不放量了 应该是可以再继续持有的 但是要追的话 可能是有点难 最近那个量也还好 并没有放起来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会有盘整之后 再往更高位置走的机会啊 c m p 嗯 感觉最近也没放量 所以也是可以有盘整最后向高走的机会 这个是utility的 这个应该是做电的吧啊 做电的 还有说天然气的 这公司基本面也还可以也不错啊 就没有什么成长性 还有分红 这个分红行业不高啊 分红很低 那这种股票如果说是成长性很低 属于这种传统价值 保守型的行业 然后分红又低的话 可能就不做选择啊 i m m d 这只inmo 接下来我觉得也是值得去 长线关注的这股票 这个属于是代孕股啊 这些确实冲的比较高了 然后呢 跌下来之后呢 已经是被腰斩 然后再腰斩了一次了 那我觉得跌到这个平台啊 原来这个平台这个位置就可以介入了 长线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啊 但好像没有同学提到 后面我也没有看到啊 也没有关放到关注列表里面 但既有同学提到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只股票啊 这估值已经是跌到位了 我觉得 所谓杀估值的话腰斩再腰斩一倍 也就是跌了百分之七八十了 那基本上这个估值就差不多了 跌干净 而且这公司还是一个赚钱的公司 成长性非常的强 而这个行业呢 也不太受经济的影响啊 该干嘛的还是继续去干嘛 这个属于是代孕啊 什么金子银行啊 人工受暖 还包括什么鸡蛋血 什么之类的 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对吧 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各种各样那种 有刚需的啊 这种东西 同时他好像也做 他是不是也做这个整容啊 好像也做整容吧 营收是成长很好的 然后我们看估值也跌下来了 非常便宜现在啊 非常便宜 十几的PE值 去那里找这么好的股票啊 这个是很好的股票 当然他要一步登天 还有点距离 对吧 但我觉得这逢低吸纳 然后呢 接好就收 然后跌下来再买 对吧 再收再买 之后来回可以做它 十字股票 那现在属于是一个 最近冲高回落了啊 在这里买 如果呢下来再加 对吧 然后呢上来再减 对吧 不断的来回做它 最终可能会慢慢的走起来啊 需要点时间吧 需要点时间 BTI也是很好的 这个烟草类的股票 我觉得没毛病 拿着吃分红 也可以分红很高 每个季度可以拿到七毛钱的分红 大概就百分之 每个季度七毛钱的一年 可以拿两块多 那这个分红是蛮高的了 超过5%的分红了 接近7%的分红 这分红很高啊 我们说过烟草类的股票 它就是最好的 因为股价可能还能涨一点 是吧 就算股价不涨 也能白拿分红啊 我觉得这个比存在银行里 可能要好一些 如果说你的账号 就刚好是这种免税的账号 那Roth或是IRA 这种Dividend Tax 可以延后的啊 或者说可以免掉的 那就更好 好 那今天感谢大家 对我们公开课的参与 以及支持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啊 如果大家小料理工东西 可以拨打FIRSTHARE的客户端线 以及电子邮件 Chinese atFIRSTHARE.com 关注微信服务号FIRSTHARE.com 985 中午华人30 的电脑门件商 真正意义的门件商 到我们明天早上 再见 Until next time and stay powerful Bye-bye